行政长官李家超说 希望最快今年内完成基本法23条立法 透露已要求保安局草议第二稿 针对防范、间谍活动、艺装组织 以及新媒体、新科技等手段 李家超接受报章专访时 说23条立法初稿已照顾各种保安情况 第二稿重要的是针对间谍活动 虚无缥缈手段产生的风险 要有足够的防御措施 又提到很多外国代理人组织 在香港用其他名的艺装 例如所谓机构或者研讨会 李家超说部分组织已经被当局控告 自己三门离开 如果下一阶段有一道防火场就更好 最好他们自己都不来 他解释有防范措施 可以减少部分组织来香港 但仍然会有组织以身示法或者有同谋 已经要求保安局、律政司多做研究 希望今年之内或者最迟 明年完成23条立法 请不吝点赞 anime ечат vision 社会 gi赞 字幕 ead 字幕 人赞 字幕 冬 dam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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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 字幕 yi gehen Educ 字幕 冬 dam 字幕 冰